阿易彩妆基础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晋级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准备获得专业认证 什么是三庭无眼 如何施展一指神功 针对不同领情 有哪些修饰方案 本期彩妆基础班 面部底妆 教你打好美丽基础 这一节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面部底妆 提到面部底妆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打粉底对吗 在打粉底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产品 去做处理 然后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如果说一个妆有100分的话 那底妆就有60分 所以说底妆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在整个彩妆当中 它的面积是最大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面部底妆的作用 是什么样的作用 调整肤色 遮盖什么 瑕疵 容易上妆 强调你的脸型的立体层次感 我们亚洲人的脸型怎么样 是扁平的 没有那么立体 所以说要通过粉底 明和暗 来调整它的层次 你想要亮的地方就用浅色 你想要平的 这个收色的地方就用什么 深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画面部底妆的第一个步骤 粉底之前先要加一步 要加什么呢 叫妆前乳 妆前乳我们知道了 雅兹有一款产品叫亮肌乳 你通过亮肌乳就能帮助你粉熟出一个好肤质 然后再配合粉底的打法 你看起来皮肤就出现了 光泽水润通透 非常富有弹性 还有的人有需求说 我的皮肤颜色怎么样 看起来颜色不好看 我有红选丝 我皮肤偏黄 我皮肤还有偏灰 怎么办呢 那你用隔离乳来粉熟出你一个好肤色 所以说妆前乳和隔离乳的功效是不同的 那我们通常选此底妆的技巧 首先要选择什么 质地 颜色 妆效 然后就是场合的需求 那按照这以上几点来选择你的粉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粉底的分类吧 液体的 粉状的 饼状的 双状的 液态粉底是最被为很多女性使用的 大家选的比较多的 那液态粉底的功效就是它比较轻薄 然后呢比较通透 那像双类的粉底呢 它就介于什么 这个保湿的这个产品和这个液体粉底之间的 它有一定的润肤的效果的 可能除了遮瑕 可能有一点孕肤的效果 它的遮盖性就没有那么好 那比如说我们就了解一下我们的三款粉底 第一款粉底就是恒石凝颜粉底液 它比较适合一些皮肤比较干燥的 然后水油不平衡的 它在遮盖你瑕疵的同时 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什么 这个补充水分的过程的一款粉底液 具有很好的保湿的粉底液 对吗 然后就是凝透西白粉底液 凝透西白粉底液呢 比较适合夏天使用 因为它比较轻薄 它的颜色又比较白皙 然后夏天呢 我们都不喜欢厚重的妆容 对吧 丝绒保湿粉底液就比较适合秋冬两极使用 因为它里面含这个保湿的成分 在打在脸上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种皮肤看起来很干燥的 那有的人会说了 我皮肤啊就是干的 就是干性肌肤 我在聚光灯下面 我一天都不会出汗的 这一类的女性就比较适合用什么 保湿类的粉底液了 是不是 那这时候也有一个技巧 你可以不定妆 不定散粉 它就看起来你皮肤的水润度就会更好一点 那饼类的就是我们的雾面粉饼 我们每个女性化妆包里 一定要一盒什么呢 两个用粉饼 它有两个用途 第一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 直接可以把它当做什么 粉底来用 你直接用它平铺就可以 因为它遮盖性是很好的 你可以用它来定妆 那其实雾面的粉饼 这种干湿两用的粉饼就可以来补妆了 所以说那巧用啊 两用粉饼能成为我们的修装的好工具 再来看一下散粉 那散粉呢 它是定妆比较轻薄 很多女性不太会用散粉来定妆 总是感觉看起来脸干 然后尤其是眼部的地方 除皱纹 其实呢就是因为你每次蘸的那个散粉量太大了 那每次呢要蘸量这个少许的这个散粉就可以 不要蘸的太多 工具的选择 海绵铺 第二工具是什么 刷子 第三个工具是什么 手 我说过手是最好的化妆工具 因为手是有温度的 在用粉底的时候 它就比较轻肤 然后很容易上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三挺五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从上额的发迹线到下巴 平均分几分啊 三分对不对 额头到鼻翼的地方是一个三分之一 从鼻翼到鼻尖三分之一 从鼻尖到下颗三分之一 这叫三挺 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目测就知道这个人的三挺 符不符合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五眼 五眼呢就指的是从 左发极限到右发极限 以眼睛为衡量单位 平均放下五只眼睛 不管是你两眼间距过近 两眼关距过远 通过我们化妆技巧都可以弥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各种脸型的修饰 那我们都知道标准脸型的结构了 那我们看看圆形脸应该如何去修饰 其实圆形脸啊 它的优势就是看起来有年轻感 那圆形脸的修饰呢 那可以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色彩学的明暗调子来进行调整 就是在两面的什么下颗的地方打阴影 来中间的地方来提高光和下颗的地方提亮色 这样的话就能把你的脸型进行收缩 接近于标准脸型 那再来看一下方形脸啊 方形脸的修饰呢 就是两个额角的地方会很方嘛 那看起来很有英气 萨爽的这种气质 今年也非常的流行中性风 那中性风看起来可能这女性就缺少一些女人的柔美的味道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两个额角 还有在整个下颗角的地方打阴影 同样在T区的地方也提什么呢 提亮色 这样的话会看起你的脸型呢就会有突出感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菱形脸的修饰 那菱形脸呢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见到菱形脸你可以这样表扬它 你的脸型是一个富贵脸 钻石型的 那她的脸型的特点就是 这个颧骨的地方比较这个高 但是她的气质非常的高 难以接近 所以说呢我们要缓和她这种高傲的气质 和这种非常难以接近人的这种气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在她的颧骨的地方打阴影色 接下来聊下长形脸 长形脸的特点就是看起来脸型比较长 但是呢同时她有成熟的味道 建议就是一定要用暗影来收缩你的长度 来用亮色来提升你的宽度 你的发型一定要输一个流号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把你的这个脸型缩短 看一下新型脸哈 新型脸的修饰就是上宽下窄 也就是林黛玉的脸型 非常的上性 也叫我们很多老百姓说到的叫瓜子脸 那在这样的时候原来如何去修饰呢 那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的颜色要进行收一下 然后把下壳的地方提亮 那了解完所有的脸型的修饰粉底颜色的选择 以及已经了解了这个上工具的手法 先停无眼 那接下来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一定想了解一下 那那粉底到底怎么上 如何去用 那在整个我们上粉底之前 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础保养 你的保养的产品根据你的肌肤的类型和你的肌灵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那在春天可能你要注重保湿 在夏天注重防晒 很多人会说我上妆的时候不太注重这个妆前的这种护肤 粉底就会推不开 你再好的粉底也会体现不出来妆效的效果 所以说彩妆和护肤产品要进行无缝链接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模特来现场一起演示一下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给她进行粉底的第一个步骤 妆前乳的打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很接近于完美了 那你就可以用妆前乳直接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但是你如果你的脸上如果有一些毛孔啊 有点粗然后有点这个松弛 那你就需要用妆前乳来进行提升 我们看一下 整体的两边的脸 这一色的皮肤看起来有一种现在非常流行的水光肌的效果 皮肤看起来通透水润而是光泽有弹性 如果你觉得的量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上第二遍 那我再给它来一点点粉底的打法和妆前乳的上妆都是有技巧的 不能一次给它涂垢 要一层一层的涂 效果才会更好 好 这是妆前乳的效果 做完妆前乳 现在我们开始给它进行粉底的选择 我们选粉底的颜色有很多的技巧 第一就是在它的脸上试 第二就会在手上试 那我们就现在拿几款粉底来试一下 看看它到底选择哪一款粉底液 这是我们红十年当中的米肤色 那打粉底还要和脖子的颜色要相协调 不能说脸打得很白 然后脖子的颜色可能看起来很暗 好 我们今天做示范也会做半边脸 然后呢 让大家看一个对比的效果 刚才说了我们打粉底的方法有很多种 是吧 可以用手 然后还可以用粉扑 还可以用刷子 粉底刷哈 那粉底刷一定要选择这个质地好一点的 否则的话它那个刷的那个纹理就很粗 然后就会融响这个上妆效果 那我先用手 那可以用手的时候呢 这样 手是最好的化妆工具 有一种化妆的手法叫预止神功 未来我可以教给大家 就是你用手整个妆就可以画完的 那我们来在脸上可以点一个心形 在它脸上看 好 两边脸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心形啊 还有下壳的地方啊 看 就是一个心形 然后在它整个这个地方少量的 点上粉底 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 手推开 粉扑或者刷子都可以 我们伙伴经常会反馈说 哎我一抹就起很多的泥卷 第一个原因 你的护肤产品擦的量可能过多 然后没有每一层吸收好 都浮在你的表皮这个表面了 然后你再擦粉底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然后呢 眼部的粉底呢 因为我们要为后续彩妆 眼部的彩妆做基础 所以说不易太厚的 如果你眼部的粉底 打得很厚的时候 就会影响你的彩妆的上的这个效果 就会在下午的时候 你眼部会有很多的什么 小肝纹 还有用粉底刷的时候 也可以拍 轻轻地拍 下壳的地方 嘴角的地方 还有一种眼形 就是有明显的眼带的效果 那这时候就需要用棉签 尤其用这种尖头的棉签 那通常眼带下面有一个带囊 这个带囊突出就会导致你这个位置有坑 就看起来人会有疲惫感 在你带囊的这个地方 轻轻地就这样 你就顺着这个皮肤的这个顺长方向 然后向后面轻轻地拉 它整个带囊就会被这种明暗关系就会冲掉 然后就会看起来眼带是平的 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眼角的地方都可以用我们的这种棉签 进行细小的处理 你手是没有办法去摸到这个这么细的这个位置 上看 你看我侧面这个位置几乎没有太厚重的粉底 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明暗的阴影关系 你的脸整体看起来中间就是凸的 然后后面就是向后收的 自然你的脸型就会被矫正了 尤其针对那些可能这个脸型看起来比较方 然后又有很多baby row的地方 就是这种方式就很好 那今天我也说我们要教大家一些粉底的技巧 然后也会教大家一种修正的方法 如果打粉底的时候 中间是亮色的 然后两边是暗色的 那我可以选择恒绳黏黏当中的自然色的粉底液 来进行收它的脸型修容 有一些女性在觉得自己的鼻子怎么样 没有那么挺拔 用少量的余色 来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再加一点 一定要从眉头的下方 一直拉到它的鼻尖 有很多人是从眼头这个位置开始的 这样的话你的鼻子就不漂亮了 好 现在我们把整个阴影来进行调完 然后逐渐的和整个最显 这个突出的地方来融合 看起来有个明暗的关系 脸型看起来接近于标准的脸型 打粉底的方法是由上到下 由脸向外 然后顺着的皮肤的生长方向打就可以 接近于皮肤达到了个完美状态 来侧面看一下有没有阴影的效果 好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方法能非常好的预制神功 就是用我们两个手指 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指对在一起 来给它修它的鼻侧影 是最好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鼻影的颜色会更有这个深度的效果 然后还很自然 我整个面部的底妆的粉底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散粉来进行一个定妆 散粉的定妆方法也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粉扑 也可以用散粉刷 用粉扑如何去用呢 那你要这样倒一下粉盒 轻轻倒 然后再少量散粉 然后轻轻的对折 然后轻揉 然后呢在它哪个位置需要定呢 就是放缸的地方 好 轻轻的一压就可以了 注意很多人说我平时画眼线呢很容易阴 然后就是找不到原因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的底妆定妆不好才会阴的 眼部有这个褶皱的地方 你可以轻轻的来这样抬一抬 好 下面的地方呢可以把粉扑怎么样 折一下往上看 在这个地方都给它定的很好 好 这是粉扑的使用 刷子的使用很简单 轻敲粉盒 轻敲就行 上面不要有太多的颜色 在用之前你可以把你的散粉刷 如果以前上过其他的颜色 要轻轻的怎么样 洗一下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刷子就是散粉刷 大一点的 面积可以大一点 然后轻轻扫 在他的脸上 轻轻扫出他的 什么 这个鱼水分 还有这种油脂 然后在他的脸上轻轻的一压 你的整个妆容就定了 好了 非常简单容易操作 好 那我们现在整个妆容 底妆就接近完美的状态 再次调整一下它的立体感 我们也可以选用干粉来做一个局部的调整 那用干粉然后提它的 眉骨 可以当修容 然后可以当定妆 还可以单独使用 所以说这个雾面的粉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我的妆要化妆中水润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用 我们的眼影当中的 这个浅亮的颜色 来做它整个面部的 这个带中烛光的体量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眉骨 颧骨 它的颧骨已经偏 宽 一定往内侧提 然后鼻子 然后它的下壳 嘴角 这个位置都要亮 然后再选择一个胸容的耍子 来进行再次的修容 用眼影当中的深咖啡颜色 来进行调整它的这个颜色 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修容的地方 还可以调和一些我们的腮红 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修容的 但是这个颜色的就是比较明显 但是这个颜色要少占 一定要少占 因为它的颜色是深咖啡色的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整体的底妆一侧脸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个对比一下 我们给大家 来 这样 我们先拿张纸 我们看一下 这一侧是画过底妆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一侧 所以说底妆就是能帮助我们改变肤色 调整脸型 然后能让我们的整个肤质看起来更好 那我的整个的底妆的这个演示的部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